天气乐孩子容易出汗,我每周都要包两次绿豆裙带汤给他们喝,先把焯水的排骨倒入砂锅,一碗冻好的绿豆,两片生姜,一次性加满自来水,扣盖炖半小时,这个是宝宝裙带菜,只要一点就能泡发一大碗,都是小面叶,这时候绿豆都已经煮开花了,放裙带菜煮两分钟,只需加盐和生抽调味,这样炖的汤汤鲜味美,每次女儿都要喝几碗。 简单又快速的早餐怎么做,当然少不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杂粮粥,只需要几分钟就能搞定,我用的是这款搭配好的杂粮粥,清洗干净,加四倍的水,按主周键,简单又方便,关键还营养健康。 太好吃了,只要家里有电饭包,就可以做出鲜嫩多汁的盐焗鸡腿,菜场捡来的鸡腿先洗个热水澡,然后加一包盐焗粉,两圈花生油,全身按摩腌制30分钟,电饭锅里铺葱姜,放入腌好的鸡腿,倒入腌料汁,按煮饭煎煮30分钟即可,咸香嫩滑,孩子们抢着吃。 放手下了,孩子想吃炸薯条,自己在家做,干净又卫生,树上摘的土豆切成粗粗的细条,水开放一勺盐,倒入切好的土豆条,煮两分钟,捞出过凉水,倒入一包薯条专用粉,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,抓拌至每一根都裹上粉,五成油温下锅,炸至金黄酥脆即可捞出,哇,太香了,酥酥脆脆,比外面买的还好吃。 放手下了,孩子想吃炸薯条,自己在家做,干净又卫生,树上摘的土豆切成粗粗的细条,水开放一勺盐,倒入切好的土豆条,煮两分钟,捞出过凉水,倒入一包薯条专用粉,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,抓拌至每一根都裹上粉,五成油温下锅,炸至金黄酥脆即可捞出,哇,太香了,酥酥脆脆,比外面买的还好吃。 前几天看到这个肥牛的做法,我可一定要试一试,先请肥牛喝光一包可乐,肥牛最好要厚一点,加入肥宫山调料给它入入味,少许切断,简单地给荔枝去个盒,把葱擦进去,再用肥牛卷起来,你别说一个个还挺好看的。 平铺在烤盘上,接着就是专业的烧烤手法,每一面都要均匀地煎到,只要把肥牛煎熟就可以了,撒上黑胡椒还有芝麻真的很贼笑,难得买了那么多荔枝来做一杯喝的,荔枝,香水柠檬冰块,爆锤,倒入绿茶选刻一下,喜欢甜的也可以加点果汤哦,肥牛的咸和荔枝的甜结合得刚刚好, 一点也不会腻,真的很神奇。快,做给鸭鸭的人吃吧。 很多人问我肉丸为什么可以做那么好,今天就用这个香菇酿肉,分享下我处理肉馅的方法。 二肥八瘦的前腿肉搅碎,按比例一次放好配料,重点来了,先搅拌均匀,再像这样用力摔到9980一下,摔到它溜青不韧,浑身发黏就可以了。 搓好的肉丸,放进洗净的香菇,周围压紧,变成这个样子,放中锅蒸20分钟,这个时候再简单调一个芡汁,小火锅入30秒,淋上蒸好的香菇酿肉,一口一个,太满足了。 女孩子一定要多吃丝瓜,这道丝瓜鸡蛋汤,简直又好喝。锅里先煎两个蹦蛋备用,丝瓜切成滚刀块,翻炒至断生,倒入煎好的蹦蛋,一定要加热水,才使汤汁浓白,扣盖焖煮两三分钟,加一把盐。 撒上枸杞葱花,咕噜一下就好了,简单又好喝,一定要试一下哦。 吃烤翅不要再去肯德卖了,自己在家做,干净又卫生,像这样的鸡翅我准备了四只,从中间一分为二,切成这个样子,放碗中,倒入一袋奥尔良粉,两勺蚝油,抓拌均匀,盖上保鲜膜。 冷藏24小时,腌好的鸡翅摆入空气炸锅,没有空气炸锅的用烤箱,没有烤箱的就看我做,200度烤10分钟,翻一次边。 再烤10分钟,出锅啦,看看这脆皮,我女儿问,妈妈,这是不是外面买回来的? 今天做好吃的芒果糯米糍,做法简单一学就会,120克糯米粉,30克玉米淀粉,40克细砂糖,和180克牛奶,搅拌至无颗粒状,盖保鲜膜扎孔,上锅蒸半小时左右,加20克黄油,抓至黄油被吸收,揪一块压成饼,再将周围捏薄,加芒果,像包包子一样收口,整理成球,裹一层椰蓉,糯糯鸡鸡,糯米糍就做好了。 喜欢吃芒果布丁吗?夏天要来了,家里有小朋友的一定要做起来。锅中倒入500毫升纯牛奶,10克白糖,20克白凉粉,加入化开。 杯底铺上芒果,倒入热牛奶,放凉凝固,放点芒果点缀,插一朵花花,好看又好吃。 很多朋友以为剁椒鱼头是蒸出来的,作为一个地道的江西人,今天就告诉你不蒸的鱼头其实更好吃。 油热下葱姜蒜炒香,铺上一层金针菇打底,一把紫苏,放入改好刀的大鱼头。 关键就是放这样一包调制好的剁椒酱,半瓶过年喝剩的啤酒,盖盖焖煮个5分钟。 这样煮出来的剁椒鱼头鲜嫩入味,比饭店的还好吃。 听说很多人不知道虾仁滑蛋是先炒虾仁还是先炒鸡蛋,看完这个视频你就废了。 新鲜的虾仁加盐胡椒粉,生粉,招匀腌制10分钟,碗中打入4个公鸡蛋,放点盐,一勺水淀粉,这是鸡蛋嫩滑的关键。 油热倒入虾仁,迅速滑散炒至变色,倒入鸡蛋液中,加一勺葱花。 锅柳底油倒入鸡蛋液,转圈煎至鸡蛋定型就可以了,是不是很简单? 切好的五花肉倒入锅中煸炒出油,放姜片八角干辣椒炒香,抓一大把绍兴无砂梅干菜用温水泡开,放入锅中,重点要炒干水分炒出香味,加一勺冰糖,生抽老抽调味,再倒入温水小火慢炖30分钟,哇,太香了,肥而不腻,米饭又多吃了几碗。